最近纽约出现了一个狙击杀手 死者于今早被枪杀 开枪地点大约在三把马开外 凶手只开了一枪 枪法之心却 下手之狠毒 人所未闻 今天的停尸房有起忙碌 这是狙击手的第一位受害人伊丽莎白 老法医正在耐心地处理她伤口中的碎片 而今早被枪杀的女人凡妮莎是第二位受害者 她头部重弹 伤口要比第一位死者要小很多 X光显示 子弹非常完整地卡在她的头颅里 老法医试图取出子弹 老法医被炸了个意识恍惚 就连那副稀罕的要死的瓷西眼镜都给炸崩了 若不是眼睛挡着 她现在已经成瞎子了 爆炸的真是似着脑袋里的子弹 经检测 弹头里被灌满了硝酸甘油 两天之内连续枪杀两个女人 丧心病狂的连环杀手搞得整个纽约市人心惶惶 可上级为了稳定民心 始终不愿承认狙击狂魔的存在 甚至要卖出媚者良心 在媒体跟前撒谎 胡说八道是政客们的专利 并不是卖出所擅长的领域 这会被记者追问了几句 还是道出了真相 搞得上级尴尬死了 他们必须要抓紧时间找出凶手 否则整个纽约警局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实验室模拟了弹道痕迹 确认设计位置就在对面的顶楼 凶手在现场留下了血印 以及一根不太奇艳的毛发 根据长度和直径推测 这应该是一根前臂的汗毛 只是没有毛囊 怕是提取不到DNA 两名女死者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 警方更倾向于凶手是无差别杀人 整个纽约市有这么多人口 他们来来往往暴露在枪口之下 谁知道下一个目标是谁 谈话节 林塞在凶手的鞋印里发现了一只小虫子 奇怪的是 这虫子上有新鲜的血迹 实验室弄来了两个很贵很贵的穷子甲人 测试爆炸子弹的杀伤力 弹头的消化甘油 在进入甲人的一瞬间就爆炸了 伤可与两名死者一模一样 但从81年里根总统被刺案之后 市面上就禁止出售类似的爆炸子弹 也就说 凶手的子弹很可能是自制的 可任何一家枪店都可以买到相同型号的子弹 消化甘油只有遇到碰撞才会引爆 于是丹尼尝试给第二个子弹里垫了点东西 这就造成了第二名死者的情况 子弹刚射进去之后是完整的 直到老法医的手术刀搅动了子弹 这么强的爆炸力 老法医能保住手指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话说这已经是老法医第三次攻伤了吧 真怕他哪天死在我的手机里 林塞检查了凶手留下的小虫子 这是胭脂甲虫 也是天然的食用色素和很多高档口红的原材料 乔姐化验了凶手的汗毛和虫子上的血迹 其中的线立体DNA 居然匹配到了一位15年前被绑架的9岁男孩 他叫做大白 当年卖术花了三年时间才找到他 此时此刻 这个被怀疑是大白的男人正在装填弹药 即将开启新的一轮杀弩 15年前 10年9岁的大白因为长相可爱 于是被一个秃顶猥琐的恋童皮绑架了 此后的大白经历了整整三年的非人生活 终于有一天 他扒开了松洞的地板逃了出来 就这样 大白回到了父母的怀抱 后来卖术也去看过几次孩子 那年的大白才12岁 他还有一个年幼的弟弟小白 兄弟俩每次看到卖术的警徽都十分的羡慕 还说长大后也要当个警察 后来卖术升职了 麻烦的案子一个接一个 太久渐渐淡忘了那个孩子 如今12年过去了 小白没有当上警察 反倒成了一个反社会的连环杀手 卖术很自责 如果当初能多给大白一些关爱 或许他就不会学坏了 小黑调查过 大白没有信用卡 也没有银行账户 他就像一个幽灵一般消失匿迹了 于是警方来到了他12年前的家庭住址 这间房便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 大白很喜欢画画 满墙都是极其压抑的涂鸦 在昏暗的光线下 甚至阴森的雪红色 那三年非人的囚禁生活 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创伤 以至于涂鸦里布满了阴森的鬼脸 这些雪红的颜料 都是由胭脂虫制成的 或许唯有将胭脂虫活生生碾碎 才能发现他杀怒的欲望 对面的女邻居 突然友好的与曼叔招呼 他说这间房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 女邻居和大白一般年纪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他回忆 自从大白逃回家之后 整个人都不一样了 他每晚都会被噩梦惊醒 每每这时候 父母都会第一时间冲上去 给大白送去安慰 唯有画画 才能让他的内心获得片刻的暗影 直到六年之后 18岁的大白就搬出去了 又过了几年 他的弟弟也搬走了 如今父母也不知道兄弟俩究竟在哪 只是每个月都会回来打扫一下房子 就在此时 弗拉克带来消息 市里又出现了第三名受害者 同样是爆炸子弹 一击毙命 同样找不到一个靠谱的目击者 只是这一次的受害人是男性 他与两位死者互不相识 没有任何的瓜葛 这也意味着大白杀人 部分男女老少 看谁不爽 就会来上一墙 曼叔要求上级去找市政官 将整个事情公之于众 市民们有权知道真相 也必须要保护好自己 否则很快就会出现第四个受害者 胭脂虫很难个人饲养 于是林赛从本地的供应商那 拿到了客户名单 在其中查到了一个叫做 大白弗朗西斯的名字 可大白的姓氏明明是雷洛兹 乔姐熟悉犯罪心理 有很多被囚禁的受害人 会产生斯德哥尔摩心理 与绑匪产生共情 而弗朗西斯 正是当年绑架大白 那个恋童癖的姓氏 有没有一种可能 是大白使用了绑匪的姓氏 于是警方循着供应商提供的地址 找到了大白的住处 大白居然已经死了 他的身上爬满了苍蝇和胭脂虫 大白死于脑袋上的近距离枪击 目测凶奇是一把手枪 邻居们说 大白一直都是独居状态 即便是成年之后 他都依然喜欢画画 起初丹尼推测他是畏罪自杀 可现场布满了打斗痕迹 尸体旁也没有发现凶器 这意味着大白是死于他傻 并且他已经过了尸僵期 意味着死亡时间在48个小时前 要早于三起枪击案发生的时间 也就说 他们找错了对象 大白压根不是狙击手 9岁被绑架 12岁好不容易逃出牢笼 又在24岁那年被谋杀 我要在他的腿上写个惨字 狙击手鞋底的胭脂虫 这是来自大白的凶杀现场 上面还有大白的血迹 意味着狙击手同时也是杀死大白的凶手 可如果凶手不是大白 为什么现场发现的汗毛里的线粒体DNA 会与大白吻合 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狙击手实际是大白的亲生弟弟 因为只有母系亲属 包括兄弟的线粒体DNA才会相同 当年父母只顾着拥抱大白 却把年幼的小白撂在一旁 没有人在意小白的失落 乔姐研究过很多著名的连环杀手 他们的作案动机 很多都是由童年时期遭遇忽视开始的 遗传因素再加上后天的经历 让他们产生了报复社会的变态心理 就在此时 麦叔接到了女邻居的电话 他刚刚透过窗户 看到小白居然回家了 他正一个人在房间里发疯呢 小白一抬头 恰好看见了女邻居 麦叔一边叮嘱他锁紧门窗藏好自己 一边迅速带着往女孩家赶去 等他们到了现场 小白早已逃之夭夭 庆幸的是 女邻居一直躲在衣柜里 并无大碍 小白这趟回来 似乎在寻找什么东西 他意识到女邻居在报警 于是抓紧时间逃离了现场 过去的无数个日日夜夜 父母将大部分关爱 都倾注在了哥哥身上 小白感觉遭到了忽视 于是他只能通过录像带 发泄心中的不满 话说他割舍了这么大的创伤 都没有学坏 他倒是先变态了 这能怪社会吗 整个聚音思想 天生的坏种 小白这趟回家 正是想销毁这圈录像带 还好他没有得手 实验室扫灭了他的脸 立即开始了人脸识别工作 从他杀死哥哥的那一刻起 小白的欲望 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他想要更多的存在感 更多的关注度 畸形的曝光欲 让他越陷越神 于是乔姐将他的照片 发送到了城里的每一部手机上 帮助小白实现了他的愿望 仅仅几个小时 围剿小白就成了 全城百姓的主线任务 唯有不知情的小白 还在务责下一栋作案的高楼大厦 不多久 警方就收到献报 小白出现在了市区的一间酒店里 他娴熟地装填好弹药 仔细组装好作案工具 话说他一个从来没有包裹般的门外汉 究竟是从哪里学到这些技术的 YouTube技术学院吗 这货瞄准了楼下 瞄着瞄着就瞄到了一辆警车 完蛋 居然被发现了 附近所有居民纷纷拉上窗帘 没有给他任何瞄准的机会 小白已经被重重包围 他对阵上了警方的正牌狙击手 这下他终于知道害怕了 前有莱迪 后有追兵 小白已经退无可退 他刚探出头 差点就吃了对方的子弹 正牌狙击手的战斗力 果然跟那些移动靶子不一样 远战打不过 那就换近战 小白反手抽出一把手枪 打残了逼近的步枪手 眼看着步枪手都快嗝屁了 麦叔只能小之一里 动之一情 小白通知这个世界 没有人关注他 把他当作了一团空气 我跟你讲 今天不能流芳百世 老自咬一抽万年 见他如此名玩不灵 麦叔集中身指 打中了他身旁的那盒子弹 一身爆炸之后 那名重伤的警员得救了 炸摸逼的小白也被当场逮捕 大家不要学他 这会就一巨鹰神经病 按下了解 打不死的老希德再次满血复活 巧姐修复好了他的老花镜 还特地给他换了防弹镜片 麦叔盯着大白的照片 久久无法释怀 他将自己的想法 都隐藏在了涂鸦里 其中一幅画上 写着8433这组数字 正是麦叔的警号 原来大白从来没有忘记过麦叔 也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理想 过去的12年 他没有一天不再盼望麦叔 继续探视自己 开导自己 可怜的大白 他这辈子过得太惨了 本集故事 到此结束 这集同样出现了很多熟面孔 像是麦叔的上集是老戏骨 约翰·拉尔奎特 最知名的角色 便是波士顿法律中的精英律师卡尔 他将在接下来的两集中继续客传 女邻居的扮演者是1981年出生的蒂凡尼多·庞特 她同时还是剧情电影《羽王一夜》中的女主 美丽动人的以丝铁皇后 第七分中客串的黑人女记者 全程没有一句台词 她在五年之后参演了《灵叔妙碳》 在第八季中成了男主的新搭档海莉 用来削弱女主的戏份 值得一提的是 这集故事根据真人真实改变 原型便是史蒂文·斯泰娜 和她的亲哥卡里斯泰娜 1972年4月 年仅七岁的史蒂文在放学路上 被一个名为欧文莫菲的恋童匹绑架了 紧接着便是长达七年地狱般的生活 秦兽不停给单纯年幼的史蒂文洗脑 说什么史蒂文的父母抛弃她了 自己才是她的新养父 久而久之 史蒂文便心甘情愿 与她一起生活了整整七年 直到秦兽对渐渐长大的史蒂文失去了兴趣 便开始无责心地恋悟 随着年龄的增长 十四岁的史蒂文也终于意识到 自己必须要逃离这个人间恋狱 恰好此时 秦兽又绑架回一个五岁的小男童 蒂莫西怀特 动了侧影之心的史蒂文 便带着小怀特一起逃离了秦兽的控制 亲手将孩子送到了警局求助 最终 史蒂文和怀特都成功回到了父母的怀抱 与故事中不同的是 史蒂文的父母有很多个孩子 史蒂文也在忽视中 慢慢成长为一名问题少年 终于在十七岁那年 人无可忍的父亲将史蒂文赶出了家门 1989年5月22日 史蒂文的故事被改变成了电影 《务实无名》 那时候的他已经结婚生子 并获得了一份餐厅服务生的工作 只要好景不长 电影仅仅播出三个月之后 史蒂文就在下班途中死于车祸 年仅24岁 他淋过雨 所以给别人撑起了伞 却始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帮过他 就在史蒂文身亡十年之后 他的亲哥卡里成了一名连环杀手 并于1999年 因为谋杀四名女性被判处死刑 而绑架史蒂文的恋童癖 仅在复兴五年之后就成功获释 2004年 情终在试图购买一名男童时再次被捕 并于2008年在加州监狱寿中正寝 享年76岁 当年被史蒂文救出的小男童怀特 后来成了一名警察 可惜命运弄人 他突然在2010年4月1日死于肺栓色 终年35岁 现实往往比影视剧更加的残酷 我是葛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